嘿,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盒Quick Build 所谓的快速拼接模型 是怎么一个玩法 怎么个重复拆装 怎么的让你觉得说可以启发 小孩子的立体拼装概念 或是甚至于大人可以晚杀时间 或是亲子共有的一个相当好的套件 首先当然它没有很复杂的上色 连接的一个过程 但是解图的能力还是要有 36个套件 说明书 说明书12345 用230个步骤 还有贴子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大概的整理过 也排好 所以待会我们就逐一装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在组装过程中 可能我会参考一下土碎放旁边 那我把它大概排这样 我们开始组装看看 然后这个是这样 它在每一个接点的地方说明书都有特别的去 去注明 所以您看的时候 会很容易看出要哪个地方要接起来 从头开始接 很像乐高 但是它又比乐高呢 再精细一点点 接起来 第一排就做完了 那么好了 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看到你 就像这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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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地方 我会参考一下 两手一压就进来 就紧了 上课的时候小朋友用锤的 我就不建议他用锤了 真正黏上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缝隙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缝 然后现在是绿色的 这一块 这里 再来 尾巴 鸡尾段 鸡尾段 这样就好 这样就可以了 缺口朝外 然后再来是这一块 接下来就是机身都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轮子 轮子 它有插孔 左右要堆清楚 进去 OK 然后从这一块开始装 在这一块开始装 OK 要注意 这一块 这一块 要看缺口 会比较快 好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两片 装起来 灰色 绿色 都进来 它所有的 您看这个 迷彩 喷漆 它是一块块的色块 大块的塑胶片 完全都是颜色调好 这都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 到下个阶段 这一块 跟这样 这里还有一块 你看 它结构是一个接一个 跟热膏是很像 放进去 一样 都好 都好 这块进来 一个卡一个 一个扣一个 机身 机身进去 可以慢慢来 我是怕时间好太久 驾驶座 驾驶座 螺旋架 复油箱 做起来 挺大一台的 还好在九分钟之内完成拼接 我的理念是一个视频一个短片拍起来不要超过十分钟九分钟 您看得到 那如果说 如果说您要装这个展示架 它也有展示架 它也有展示架 那装展示架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你不要装副油箱 副油箱这个要拿下来 装上去 因为它会 卡到展示架的角度 装上去之后呢 调整 调整 看是要倾斜 或者是摆放 都非常好 摆在桌上就是一件 非常OK的作品 颜色 很奇特的这种德军灰 绿灰色 还好还好 在九分钟之内 把它装完了 当然慢慢装也是可以的啦 因为我练习了一次 然后练习了一次 然后刚刚又把它拍好 慢慢装其实半个小时 大人大概半个小时 运装起来 小朋友的话可以在大人协助下 也可以逐一的完成他每一件作品 让他有信心 让他有信心 瞧 其实你震度蛮高的 你震度蛮高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